各位投資朋友早安 歡迎收看真投資 我是飛行中正 上週加權指數台股 整體表現不是說非常的好 那在上週五的美股 美股整體還是比較震盪 甚至四大指數持續在破底 包括說道琼 SMP跟費城半導體 都持續在創短線上新低 那其實就像我們近期不斷在強調 這樣子的狀況 它是一個必經的過程 就是說包含它一定要去打通膨 打通膨它等於是說 這是長痛不如短痛 如果說這個時間點不去打通膨 就會變成說 會重演1970年代 比較嚴重的通膨環境 那如果說重演1970年代 很嚴重的通膨環境 這樣子的狀況一持續 可能會是五到十年左右 所以與其說要讓整個大環境 惡化五到十年 倒不如就是一口氣 把通膨壓下來 所以其實近期盤視狀況 比較不是說什麼的理想 包含台股包含美股也是 但這最大的關鍵還是在於說 要去打通膨 打通膨本來就是必經的過程 所以等於是說與其就是要緩跌緩跌緩跌 倒不如就一次讓它跌個夠 低肩買盤自然會進場 那對於個股來講 其實也不需要太過於擔心 就像我們上週一直在強調 雖然說大環境不好 因為美元太強 那新台幣會跟著走弱 新台幣走弱 台股就會有賣壓 但是這部分是屬於國際資金的調整 那對於個股來講 其實很多的股票位階都非常低 那位階非常低的狀況下 就算是短線上受到外債因素的影響 跌下來也叫做超偶的利潤 所以其實在這個時間點 還是要分成兩個部分來看 第一個部分是總金 總金面包含它為了要去打通膨 這沒辦法 這就是必要之二 那既然是必要之二 對於個股來講 其實只要位階構低 現在的跌幅都叫做超偶的利潤 我們先看指數 以指數來講 就像我們在上週提過 很多的股票已經提前反映過產業的利空 那提前反映過產業的利空 所有外債的因素 所造成的拉回都叫做超偶利潤 等於是說這樣子的狀況 主要還是建立在新台幣太弱勢 那新台幣太弱勢 就是因為美元強勢嘛 那美元強勢是因為包吳他要去打通膨 那這樣子的狀況 大家一定要有一個觀念就是說 它是一個長痛不如短痛的觀念 如果說沒有去做這樣子的犧牲 會變成接下來迎來的 可能會是5到10年的惡性通膨 那5到10年的惡性通膨 絕對會比現在更嚴重 所以其實只要說把這樣子的狀況 這樣短時間的惡化把它撐過去 短時間的震盪撐過去 其實接下來就是海闊天空 尤其是對於很多個股來講 雖然說通膨惡化 那經濟衰退 這些都會影響到 個股的一些產業的狀況 跟獲利的狀況 但是其實就像我們近期一直在強調 雖然說通膨一定會影響到 個股的狀況 但是它的股價在上半年早就反映過 那在上半年提前反映過 也代表說這個時間點 它下跌的空間非常的有限 就算是遇到外在因素的下跌 它也叫做非經濟因素的拉回 那非經濟因素的拉回 它就是所謂的超額利潤 因為就像我們一直在強調的重點 你去看 每一間公司一定有它最基本的價值在 那只要說跌破這樣子最基本的價值 股價夠便宜 它一定會漲 就是說一間公司它產業債怎麼不好 獲利狀況再怎麼差 但是它一定會有一個最基本的門檻 那只要說低於這樣子的門檻 它下跌空間就有限 而且上去的速度會很快 所以其實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反而應該說 大盤就先讓它去做震盪 畢竟說台幣這麼弱勢 台幣這麼弱勢的狀況下 大盤要特別的 大盤的空間要多大比較難 但是以個股來講 只要說它在上半年 提前反應過現在看到的利空 其實多跌的都是你多賺的 你去看喔 這個位置的新台幣 新台幣長這個樣子 長這樣子的新台幣一定會影響到加權指數 那就去看美元 美元也是不斷在創新高 這樣子強勢的美元會壓抑到整個亞洲的貨幣 其實這樣連動的關係 它會導致說整個應該不只是台股 是說整個亞洲股市 整個亞洲股市都受到美元的影響 所以都會比較疲弱 但是這對於個股來講 很多的股票它都是無辜的 本身的獲利狀況沒有問題 主要就是外資再去做被動式的調整 所以你去看喔 雖然上週整個台股盤是不好 但是還是有很多股票白花齊放 2368的金像店 來你去看這個位置 金像店我們在8月31日 在簡直之前有講過 主要產品先是伺服器加網通 全聯保守8和9 80元以下都是一個很便宜的價位 在簡直以前80元以下買進 全部都賺錢 你去看 上週加權指數長這個樣子 2368金像店 簡直之前有講過 上週一9月19號 簡直後恢復交易第一天 直接跳空上去 最高來到91.3 在簡直以前買進的所有部位 都已經是賺錢 那當年還有講過嘛 2022年保守是10元 2023保守12 主要產品先是伺服器加網通 趨勢性夠強 數字也不錯 跳空上去 雖然看起來很高 但是不到百元還是便宜 9月20號 最高92.2 不論你在撿之前買 撿之後追 這一天都還是賺錢 9月21 開低走高93.7 長達3%的下影線 那其實你去看喔 9月21號星期三 大盤不好 它開低走高 那這也像我們講的 其實像位階構低的股票 沒有辦法說 確定它完全不會受到大環境的影響 你說美元的弱勢 新台幣 美元的強勢 新台幣的弱勢 還是會 對於這些股票來講 多少都還是會受到波及 但是我們能夠確定的是 只要跌下來 一定會有低階買盤去進場 就像我們一直在強調 2368的金像電 上週幾乎可以算是 有價有量股票裡面 最強的一檔 那我們在撿之前就講過 為什麼它可以去買 因為它的股價是非常便宜的價位 簡直以前 簡直以前80元以下便宜 那簡直過後 100以下都便宜 那既然說100以下都是一個便宜的價位 因為外在因素的影響 造成的拉回 不就是多一次的買點 所以你看 2368的金像電 它也是 受到外在因素的影響拉回來 馬上就由低階買盤進場 最高來到93.7 簡直前買 簡直後追 全部都是賺錢狀態 9月22號 上週四 最高來到95元 開低走高收最高 所有部位一樣都是賺錢 上週五 正式來到了104元 已經突破了100元 是不是 就跟我們講的是一模一樣 簡直過後的EPS 10元 明年可以到12元 不到100元都是便宜 100元以下 市價單 隨便你想怎麼買 就怎麼買 不用定價也不用掛價 只要是9開頭 兩位數 你就市價單去買 上週五全部都是賺錢 正式供到了104元 所以這其實就是我一直在強調的邏輯 一間公司 一間公司它一定會有最基本的價值 那這個最基本的價值 只要跌破 它就是勝率會非常高 一定會有低階買盤去進場 那只要說它是在便宜的價位以下 所有的震盪 它都是讓你去做佈局 那如果說它是 股價已經很便宜了 又因為外債因素的影響 而造成的拉回 以下的空間全部都叫做超額的利潤 其實你去看喔 因為說現在成交量不夠 那成交量不夠的情況下 個股一定是輪漲 那有一些股票 可能說它在超額利潤的時間點 會到3到5天左右 但是有一些股票它夠便宜 所以超額利潤就是只有在當日 你去看 這個位置其實也是 這一根下影線 這一根下影線就是所謂的超額利潤 跌下來之後就有低間買盤進場 拉到93.7往上拉 這一根下影線就是所謂的超額利潤 那這一根 這一根上影線其實也是 因為當天嘛 恢復交易的第一天 開高走低被殺下來 那也是因為外債因素的影響 才導致有這一根上影線 那這一根上影線拉下來 其實你卻買進 就是你多賺的 所以這樣一路追蹤 這一根也算是超額利潤 這些下影線都是 一路公開操作到上週104元 撿之前撿之後 那你去看 其實你去對比上加權指數 它的落差是非常的大喔 上週加權指數是長這個樣子 金像電是長這個樣子 所以其實這也就像我一直在強調 這類型的股票其實 它的位階都是夠低的 那位階夠低 如果說遇到外債因素的影響 這些都是你多賺的 所以我覺得說在這個時間點 不需要太過於悲觀 因為畢竟說在 美股持續在破底 然後台股可能說比較震盪 一定會有比較多的負面消息 但是這些負面消息 其實對於加權指數 或是說個股來講 下跌空間都非常有限 因為如果說以加權指數來講 就像我們在上週有提過 就算這個時間點不是終點 但是它也已經至少是走了80%左右 就像是上半年 上半年已經從接近2萬點 一路這樣跌下來 它其實就是在反映 通貨膨脹這部分的利空 惡性通膨 那既然說反映的差不多 其實這個時間點 下跌空間已經非常的有限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在本週 只要說整個市場的情緒慢慢的貧富 很多的好股票 一定會開始補漲上來 所以也不需要再去殺低 因為這個時間點殺低沒有意思 很多的股票都是因為說 台幣的弱勢 美元的強勢 才造成的拉回 現在去殺低其實很可惜 尤其是說很多的個股 其實位階真的都很低 包含像是GIS也是 當時有講過 我們轉過一次了嘛 8月底有轉過一次GIS 這個位置 有特別公開預告 是過度便宜的價位 9月8號還特別強調 跌破了80元 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因為這裡 本身的趨勢性夠強 數字也不錯 全店保守10元上看13元 又加上說有蘋果的新產品 MR的混合實境 它有數字又有未來的夢 不到80元怎麼會不漲 所以這類型也是一個很便宜的價位 就是說包含像GIS也是 當時我們就講過80元以下 想怎麼買就怎麼買 因為它就是一個非常便宜的價位 你說全店10 上看12元 又有蘋果MR的新產品 這樣子的狀態 就算是短線上受到外在因素的影響 這也叫做超額利潤 你去看 這裡 這樣子的數字 搭配上這樣子的展望 其實不到80元 想不漲都很難 那跌破80元 因為說外在因素的影響 這裡全部都會是買點 9月13 還特別強調 這個位置已經有低階買盤進場 要特別去留意 9月23號上週五 一度大漲了接近漲停板 上週五指數是持續在破底 6456的GIS 大漲半 將近是在一根漲停板 最高來到86.6 這個位置買進的所有部位 全部都是賺錢 一根長紅上去 通通都賺錢 86.6 所以其實在這個時間點 以指數來講 新台幣來講 或是說美元來講 這是一個必經的過程 這一定要盡力 就是所謂的長通不如短通 但是以個股來講 其實只要位階夠低 多跌的 都會是你多賺的 所以一定是說 把握這樣子 市場情緒 比較混亂的時間點 它才會有所謂的超額利潤 所以本週一樣 我們會針對這類型 已經被誤殺 超跌的股票 下去逢低去做切入 如果說手上的持股 不知道到底該怎麼處理 歡迎直接來電 我們先進段告 所以說其實不論台股還是說美股 這幾天的拉回 大家可以把它視為是加速感底 就是說與其緩跌 倒不如讓它一次跌下去 一次跌下去 第一 成交量可以出來 下殺取量 第二 低階的買盤 會更快去進場 尤其是說其實 升息這件事 跟打通膨這件事 一定是長痛不如短痛 因為說如果說 要打不打的 一下子升三碼 一下子升兩碼 就是說 搖擺不定的話 反而會讓通膨惡化 那如果說重演當時 1970年代的惡性通膨 反而痛苦的是 五到十年的時間 所以這個時間點 其實大家可以去看美股 美股其實也是一樣 包含說 NASDAQ也是 這個位置已經開始有低階買盤在進場 很明顯留一根下引線 包含道琼也是 SMP也是 那當然說 費城半導體也是 都是已經開始在收一根 比較長的下引線 但是說現階段的位階 其實不論說台股也好 美股也好 它的空間都有限 尤其就像我們在上週提過的邏輯 就是說包吾他之所以 立場會這麼極端的鷹派 他是有一點刻意營造出來 因為以包吾的立場來講 他不會希望美股上漲 因為說美股上漲 通膨就打不下來 美股上漲 大家的 能夠支配的消費預算變多 因為賺錢嘛 賺錢的話 能夠買的東西變多 對通膨不會有幫助 所以站在包吾的立場 他會希望 美股下跌 那既然是這樣 他的立場一定會刻意營造出來 極端的鷹派 那這個極端的鷹派 如果說是刻意營造出來的 其實也代表說 對於美股來講 這樣子的狀況 他也是暫時性的 就是說 他是有一點點 短線上抄底的味道在 所以不論說美股還是台股 尤其是台股 這個時間點 就是把它當成是一個 超額利潤的買點 超額的買點 所以在我這兩大平台裡面 Light跟Telegram Light跟Telegram 小老鼠 WE178 WE178 這兩大平台很重要 會告訴你說 什麼樣的股票 這個時間點已經超跌 尤其是說你手上 如果不知道哪一檔股票 需不需要去殺低 需不需要去轉換 直接時訊或來電都可以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其實 就是說整個國際的資金 不斷在美元台幣 應該說美元亞洲貨幣跟美債 之間下去做轉換 那這樣子的輪動過程 還是會持續一小段時間 但是對於個股來講 其實它就是超跌後的超額利潤 因為畢竟說一大堆的股票 它早就反映過產業的利空 反映過產業的利空 這個時間點下跌一定有限 所以包含相機之相電 它就是很好的例子 它在減值之前有講過 減值之前80元以下是便宜 減值過後 100元以下都是便宜的價位 那既然說100元以下都是便宜的價位 有拉回來 不就都是買點 100元以下的拉回 全部都會是買點 GIS也是 因為說它這個時間點位階也夠低 全電保守時上看13 混合時進 有一個未來的夢嘛 不到80元股價都非常便宜 所以在80元上下 拉回來就是給你去進場 拉回來就是給你去進場 那這也符合我們講的 在特定的區間布局 一根長紅可以上去 所有部位同時獲利 上週大漲了 將近漲停盤最高來到86.6 所有部位同時獲利 這也是最適合低量環境的操作手法 結果說因為成交量不夠 那整個市場氣氛也比較觀望 那在這樣的氛圍之下 一定沒有辦法說 個股百花齊放 那我們就是要針對單一 或是說針對個別的個股 下去反覆去做佈局 那包含3661的四星也是 所以你看 GIS 位階構低 在86元以下買進 所有部位都是賺錢 相對還是不會受到大盤的影響 3661的四星也是 八月十二有講過 八百元以下都是便宜的價位 八月十九先獲利一趟 八月十二八百以下 重新進場 九月一號再獲利一趟 九月二號 八百八重新進場 九月十二千金合利 九月十五號獲利一趟 九月十六等買點 等買點 九月二十一樣是等買點 那你去看 九月二十二上週四碼 這是一個絕佳的買點 破九百我們往上拉 當天就賺了將近是五十元的價差 九百五十五 你去看 這就是我所謂的 未結構低 跌下來一定會有低階買盤進場 在上週四 九月二十二 跌破九百元 二十五分鐘的時間 拉上去 上週五 上週五又是一模一樣的例子 九百元市價單 隨便你想買多少 就買多少 一樣是跌破九百元 又是收益跟很漂亮的 下影線 來 你去看 這是上週五的走勢圖 九月二十三號 跌破了九百元 馬上有低階買盤進場 直接拉到了九百一十四 所以其實這就是 很符合我們在強調的 只要說它的股價位階夠低 在便宜的價位以下 拉回來通通會是買點 市場在八百元以下 它的勝率是九點九成 但是八百元不好 好來 那我們當時有講 不到千元的四星 它的股價 都是算是委屈的價位 那既然說不到千元 股價太委屈 千元以下的震盪 不就全部都會是買點 所以你看 九百以下 這一天 上週四破九百 買進之後 賺錢 上週五還是一模一樣 見到八字頭 隨便你市價單想怎麼買 就怎麼買 都是賺錢 所以其實這就是現階段 個股最佳的寫照 就是說 位結構低 就算是受到外在因素的影響 我們也能夠確保說 它很快會有買盤進場 同心電也是 這個位置 它算是誤殺 既然是誤殺 這裡 它就會是一個超額的買點 最低184 3653的建設也是 稍微震盪還是強勢 所以把握在本週的機會 會有非常多超額的利潤 跟超額的買點 因為說 各股位結構低 受到大環境的影響 這些通通都是你多賺的 如果說手上的持股 不知道到底該怎麼處理 需不需要去殺低 需不需要去轉換 歡迎在今天盤中時間 直接來電 或私訊跟我們去做聯絡 重點是 如果你想要逢這樣的機會 進場去撿鑽石 一樣直接跟我們去做聯繫 祝福各位今天都能夠操作順利 大賺 謝謝各位 本公司與分析師所推薦分析 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本公司與分析師